各位,來吧 我今日進入議事廳目的是宣誓 其實一個議員去衝入議事廳開會是他的職責 現在他是主席不肯讓我們去履行職責 而且監視是他的責任 他拒絕幫我們監視實際上都是違反了議事規定 我已經完整讀了整段誓詞 主席亦都在場 另外就是我希望繼續留在裏面去開會 但是有人覺得我進去是搞事 是他自己先入為主的感覺 要求保安去趕我們出去 我們都不想保安難做 但實際上究竟哪一個令到保安這麼難做 我想大家都心中難做 請問是否現在目前為止 我 cock多年ona Narrator 是14區市場 我已經全滿了 因為復 tääario的鄉鳥 我這尊重堂 lastida 多年能讓我們來以治安的地 STUDENT 凡事派 是 你會否擔心監獄議員 你會否擔心監獄議員 我盡了我身為一個議員 就是完成整個宣誓的過程 而主席是有責任去幫一個議員監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但其實是主席未有理行到他的職責 我的關鍵是 是因為 是因為 一旦 政府選擇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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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舉一動都是為了他下一年的年任 為他的年任去鋪路 而我們10月12日作的宣誓是真誠地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們整個宣誓過程 我們是很盡力地完成整個宣誓 第一 第二是我們的宣誓 我們的契約是跟香港人去建立的 我們服務的是全香港的人 你之前都很強調說 在香港發佈語言有中文記憶 中文英文專制都可以 但是這次會選用中文考慮過甚麼 中文的話就是會令到我們更加可以再完成多一次的宣誓過程 我們上次其實已經完成了整個宣誓 既然他不肯承認 我們就轉一轉用中文再來一次 這次看來主席都不會承認這個誓詞 下次會不會再繼續這個宣誓再進去再宣誓 還是認為已經完成宣誓去召開會 我現在希望就是可以盡快進去開會 這個是身為一個議員的責任 現在是主席不肯讓我履行 身為一個議員的責任 用保安來趕一個議員重任 這個比較長遠 我的感覺 所以暫時未有 未有想到那麼長遠 亦都未有相關計劃 另外是否說你昨晚一直留在立法會大臨那裏 是怕被香港拘捕 有否有問題 最後我沒有的 最後我都是走了的 是的 大臨中立呢 我不知道他 是的 但其實本身是否都計劃這樣做 那種的原因是甚麼呢 是否熟悉的 我們希望進去開會 其實人頭到尾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我們想履行身為議員的責任 當主席不承認我們那次的宣誓 我們就再宣多一次宣誓 然後照上開會 這個是我們本身想做的事 郭先生有心你準備 預了會釋法 最終會接受的 是否釋法的話 是梁振英要承擔這個政治後果 因為是他一手斷送了所有香港人的情報 我們希望是給劉小禮先宣誓的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其實有個別議員是有權先宣誓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 梁振英會因為我們入議事廳 而宣佈休會或者留會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令到會議暫停的話 我們唯有這樣去考慮 去給個別議員先宣誓 然後才選擇再進去 他讀了沒有? 我剛才是被博安夾走 所以我沒有聽清楚有沒有讀完 應該有讀完 應該都讀完 其實我剛才已經完整讀完整個世纔 我認為我已經完成了宣誓的過程 讀的時候你是不是被博安夾住? 我讀完才被博安夾住 是 我以前 請我們參謀座位 為會議員宣誓 那這件事 MING PAO POSI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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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聽到的 聽到說話 Excuse me Excuse me 可以了 知名